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年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我们上节课 学习了二维数组的一些 一个简单的格式的声明 对吧 那我们看一下 二维数组声明的是这样吧 三个人放到的是一个小组里边 对不对 而每个人的信息又是一个数组 称为数组的数组 对不对 上几个除了当学了二维数组的声明 咱们又学了什么 二维数组的一个访问 对吧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对于三维数组怎么声明了 比如说 现在这份什么 是 三个人对不对 三个人对不对 来我们下边 可以把渠道 问你一个 咱们在5.4以后 有没有一个新部分 也类似于这个L2维数生明的方式的 有综合号 对 模拟别的语言 咱们试一下这样可不可以 我把这个换成综合号 对吧 这块 那我们也换成什么 里边是 再来一层 综合号 对吧 然后我们这块 还是一层综合号 因为今天新版本支持的话 我们都可以这么用 对不对 不然我们总用老版本的话 大家会感觉不到这个东西的存在 它俩形式其实是一样的 对不对 这样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速度有没有 我们用printr打印一下 $GOP 对不起 然后我们在这块 咱想输出原型是什么呢 PRE 对 PRE原型输出 对不对 输出 鞋盖 PRE 最后这个我们要改成 综合号 是不是这是 类似于其他语言的一些生平方法 对不对 二位数字的生平 我们再来看一下 结果 这个数字里边就三个成员 对不对 通过下标 能找到里边这个 对不对 然后再找里边每个成员 就通过关联数字了 外边是所以的 这就是数字的数字的 一个概念 对不对 那假如这有一个小组 如果我有三个小组呢 这是组一 对不对 有三个小组 是一个扳机 这块 组二 组三 看一下 组成了一个扳机 是像前面上说过的 生平成三个变量 再把三个变量放在一个数字里边吗 不用吧 二位数字 它也是一个变量 也可以直接作为一个元素 对吧 那我们如果想把它变成一个扳机的话 怎么办呢 对吧 再来一个这块 直接 class 扳机等于 组号号 这里边你要不要下标都可以 如果要下标也不能这么写了 对不对 下标必须得是组号的 什么 group 一 是不是这样 去写 然后这是一个元素了 是变成组号 对吧 每个人说不加也可以 的确不加也可以 这块变成组号 对吧 这块我们再来去掉 然后我们这块变成什么 不用变成组号 对最后一个用综合号 对你看 是不是又把这个数字放到这个数字里边 所以我们现在打印一下什么组 什么变量 class 这样的话就能把一个班机的学生用三位数字中 而且班机的学生又分每个班又分几个小组的 每个小组有分几个成员的对不对 那四维数字五维数字有没有啊 哎这有个错误 数字这话少了一个分号 好 你看一下 是不是三维数字 三层的关键 那三维数字我怎么 比如说我找到第二组中的第二个人怎么办呢 某一个人 只要是先找到这个班 这个班里边找到第二组 一是不是第二组 第二组里边找到里边的第二个人 第二人里边找他的年龄 不对吗 对啊 我说的都是找第二组吗 一不就是找第二组吗 第二组 这个一找到是第二组 对不对 这个一呢是找到第二组中的第二个人 对吧 这个年龄 那我把那年龄改成就99岁 你看一下是不是打印出的就是99 如果是的话就是正确能找到正确吧 嗯 来我们看结果 哎 21 哦对错了放看了 咱们第一个是索引数组对不对 那这个索引下标 孙引就从多少开始啊 从零开始对吧 嗯 不要了 索引数组和关键数组是可以混合的 是不是99就打印出来了 嗯 妹子看得很仔细啊 希望大家也这样看得很仔细 嗯 然后一夸妹子妹子还在这笑呢 嗯 那这就是咱们声明的什么 嗯 三维数组 那有的时候那声明四维数组 五维数组那怎么声明啊 对 嗯 也可以 但是呢 一般三维数组就已经 咱们生活中一般都是三维空间 对不对 如果再多一维的话 就超出人的一些想象力了 不是不可以啊 后面会经常运到四维和五维的 特别以后装数据的时候 结合摸摆使用的时候 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对不对 啊 但是呢比较抽象 我建议大家以后使用数据的时候 尽量控在三维一里 因为太多的话就比较抽象了 一般处理起来逻辑思维的要求很高了 不太好处理了 好吧 这是咱们这个 我保存一下 比如E.PT 这是咱生命的三维数组 还记不记得咱生命数组除了这种耳瑞 中库号这种方式 多维数组咱们还有什么生命方式呢 直接 对 直接复制生命法 对不对 那刚才你自己直接访问这种三维的可以 如果声明的话 你一样可以声明为多维空间 比如说 假如他先声明二维数组 也是声明成三个人 对吧 那我可以怎么办呢 直接这样 比如说G.O.U.P.组 对吧 组 第零组里边的 第一个 或者是我这块之地用内容都行 听懂 然后里边这块存的是 张三 对吧 就和你刚才那数度一个一个访问是一样的 但是这种声明这种格式是不是就比较抽象了 通常这种直接复制生命法是操作某一个或者添加某一个 这样的话处理会方便一些 听懂吗 而如果成批量的声明的话 你可以想象一下 零 对吧 年龄 你看一下这块比如说是二十 然后比如说G.O.U.P.组 一里边的年龄 与名字 比如说是李四 李四 然后G.O.U.P.里边的 一里边的 年龄 是 比如说二十一 你看 我这只声明这些 对不对 如果声明多的话 你想象 整个声明格式不很多 所以直接声明数组的时候不建议采用这种格式 建议采用咱刚刚说过那种格式 而这种格式适合什么 一个数组后期的添加 对不对 另外还要记住 在P.O.P.的二维数组也好 三维数组里边 有一个特点 不用说非得像西元的数组 必须是行列要对齐 什么叫行列对齐 要求你数组是几行几列的 必须是几行几列的 这才是真正的二维 对吧 而P.P.数组 比如说 里边数组可以混合式的 什么叫混合式 数组一个数组里边可以装数组成员 和非数组成员的混合 这样都行的 知道 比如说刚才咱们装了 在班机里边装 组对不对 组里边装名字 那么我们每个组里边除了装组成员之外 是不是可以装组的一些公有的财产的一些信息啊 这组的 比如这个组所在的位置 对不对 这个组在班机的成绩 对吧 那些不一定属于每个某个人的吧 而属于组信息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在组上 怎么的 不是组上 是数组里边存 数组和非数组的混合体 是可以这么存的 处理也是很方便的 这是后边咱们经常弄到的 所以说他总结一下就是什么呢 不一定说数组里边装的 就比如二维数组 并不一定二维中必须是数组 这是第一点要注意的 对不对 另外也要注意什么呢 二维数组中 二维的数组的每一个数组的长度 也不一定会给相等 听懂吧 有两个的 有三个有三十个 这都可以啊 那我们现在用这种生命数组的方式 我们看一下 用这种生命数组的方式 我们看一下什么呢 这样的话就跟直接访问生命 那是一样的 没什么好说对不对 现在我们要考虑什么呢 如果我们这里边空缺 看一下 假如说我这块都生命为零 我们去看一下二维 这块自动增长的顺序是什么样的 主要是看这个 来我们看一下这块 我们这块有一个问题 这打印的是谁啊 应该 OUP 应该打印这个组的信息 对不对 看一下 什么 是不是都外层是零元素 里边零点三 对吧 那这个还好理解 那如果我这个里边也不添加呢 这什么 自动增长什么名 是每一个是一个数组吗 是外层自动增长还是里层自动增长 首先我要声明一下 这种情况不多 知道吧 所以不用特意记 你了解一下就行了 知道了 每一个零一 一二三 每一个外层自动增长 知道了 里层先不自动增长 OK 从里外层那为数自动增长完 里层是不是就一个 对不对 所以这种情况用的不多 对吧 那假如说外边这会儿给默认值 都给一 都给一 那这样情况用什么 都不盖吗 跟这个结果是什么 是一样的 只有把里边下标改成一个 对不对 所以咱知道外层的先自动增 这个变量的应该是第一层 先自动增长 然后这是第二层的 对不对 第二层如果第一层如果给值的话 第二层就自动增长 这是有规律的 当然自动增长 如果我这会儿显然久 怎么呢 对吧 跟前面自动增长的规律是一样的 嗯 这就是咱们啊 二维数组声明需要注意的细节 为什么这块这种直接复制声明二维数组 我没举着说 因为用的情况非常的少 对吧 而咱们前面刚说过的那种声明数组的方式 那种是非常多的 听懂啊 嗯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课件里边给你们提供的二维数组声明的方法 这里边也举例了 规则一维数相同 下边声明对不对 然后索引资料 零一 下标 零对不对 那就是下个这种声明结构 看到了吗 嗯 然后这话我们声明的是二维数组 一个联系人的信息三个 对不对 还可以只能下标第二个联系人的信息 对不对 输出用双媒下标是不是访问呢 嗯 该是关联的就用关联下标 该是所以的就用所以下标 对吧 去访问 然后这话我们声明的是 嗯 一个三维数组 对吧 市场部 产品部 财务部 组成了一个公司 对吧 然后你想访问里边每个成员 只要是什么 用三维的下标 这就可以了 嗯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咱们就知道到这里边 像一维数组二维数组都是后边咱们经常用到的 就算你现在没太听明白也不要紧 你只要会简单的声明就可以了 对吧 后边的课程中我们会一直使用 那 在使用几次之后你就会把它弄得非常明白 对吧 所以大家不用刻意的去记 只要是把课上讲过的能听懂自己能写 深刻一遍就OK了 嗯 好 谢谢大家这节课就到这里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